曾经这个余丹老师把这句话的这个小人解释成小孩子 其实关于他的这种批判很多 但是这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 小人对应的就是大人 这个小孩子他是不懂事的 他也是自我自私的 刚升起来他他所谓自私 他是不会替别人考虑的 那是先天的这种 其实他也无所谓自私 就是他饿了他就他就闹 怎么样他就是先天的这种自我本性 高兴了哪里受伤了 心情不开心了 他就自然会表露的这种东西 这个就是小人 就是他顾不上别人 那这个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小人呢 他也是自私 而且他会有一些就是成人的这个技巧 各种手段 给他自己服务 所以说这个可以说理解成他们就是不懂事的人 只顾自己而女人呢他怎么跟小人能联系在一起呢 一个女人跟小孩子我们说他的声音比较接近 但小孩子不管男孩女孩你看刚开始他说话不像男人 因为从小他都是阴的 一个事物从阴到阳 然后再从阳走摔到老年又是阴 所以说他这个频率啊一定程度上 而且很多小孩子你看都喜欢跟女人在一起 妈妈 而且他叫出来的这个就是 就是这个音 这个意 他是最容易低声容易叫的出来的 这个当中 包括西方的妈妈 他就一张一张口 他就有同样的这种东西在里面 也就是他都是接近的 第一句话就是 然后这个 为什么说他男养呢 我们说了小人跟大人的区别 女人跟男人 也就是说 男人 大丈夫 对吧 他所以说相对的 所以说这个男人呢 就要撑起整个整个家 为大家服务 而女人呢 他就是一个相对的 辅佐的这么一个角色 男主外女主内 那关于这个 我们会讲几节课 因为现在 这些问题很多 嗯 就不管说这个小人也好 女人也好 小孩子也好 甚至说阎王意见小鬼难缠 这个小鬼也好 他都有他的作用 天有天的用 地有地的用 真的有的时候没有这些人 反倒是 没法去运转 你只 但凡这个阴阳分开 你要分个层次等级 他就要这样 这个天尊地碑 你说天高高在上 自古几千年下来都是这样 而地 滴滴在下 但是天没有地 他就天吗 那地没有天 当然也不行了 所以说 这个 他不是说完全的 是名贵君卿 还是君卿名贵 他少的哪个不行 都很贵 只要你修得好 你再做好你的本位 好